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 1999年建国50周年的国庆阅兵市场 女兵方队的领队是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姐妹张薇薇和张莉莉 两人当时穿着深蓝统裙高腰皮靴 在方队中走出了当代中国女兵的撒爽英姿 一时间他们红遍全国 之后在200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张薇薇和张莉莉又登台表演了歌伴舞军中姐妹 他们的歌声甜美舞自优雅 成了中国最美双胞胎女兵 而他们表演的节目也赢得了观众评选的歌舞类一等奖 张薇薇和张莉莉出生于1977年 安山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由于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父母便在他们六岁时 把他们送到了少年宫学习舞蹈 1991年北京军区特招委衣兵 姐妹俩迫不及待地报了名 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军队中姐妹俩仍然努力学习 还在1996年双双考入白球温军医学院 1999年两人毕业后 分别被授予了中卫军线 且因为表现出色长相甜美 而被选为了阅兵史上女兵方队的领队 并且发现了兴趣的家庭 但几乎从不提起曾经的辉煌 只是她使人过好每一天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 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 希望他以后能报销祖国 长大后的彭云成绩优异 被公派着美国流血 然而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 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 当媒体问及此时 他的回答惹人争议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彭云即可观看